瓦伦西亚VS游轮前瞻,C罗破荒迎来欧冠直播吧9月18日训北京时间9月20日3点,欧冠小组赛H组第一轮的一场比赛中,瓦伦西亚将坐镇主场迎战欧文图斯,届时直播吧将会为各位网友,带来比赛的直播,敬请关注,比赛性质,欧冠小组赛H组第一轮比赛时间,北京时间9月20日3点比赛场地, 梅斯塔利亚球场比赛主播,春卷看点1,C罗一架破荒迎欧冠在北京时间9月16日的一场一架比赛中,C罗完成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取胜,终于是在欧冠到来之前打破球荒,重拾进球感觉,这也是为游轮本赛季的欧冠之旅打了一记强心计,C罗此前曾表示欧冠联赛是他最喜欢的赛事, 通过外媒统计的欧冠历史射手榜中可以看到,C罗以120球位居第一,期待C罗也能够在接下来的欧冠赛场上大放光彩 看点2,宏图第一部开启尤文在取得一架七连挂之后,他们把目标放在了征服欧冠联赛,尤文主席阿聂利在接受采访时,也表示未来已有规划,将实现尤文成为世界第一俱乐部的宏图 球队于金甲签下C罗之后,尤文的品牌价值得到了巨大的提升,球队的球衣销售额也逼近破纪录的水平,但效应只是一部分,尤文更希望在目前欧冠历史射手榜的帮助下,完成对欧冠冠军的争夺,而本场比赛就是宏图开始的第一步 看点3,法伦西亚,伤兵满盈此前据西班牙媒体阿兹报的报道,法伦西亚三将穆里略,孔多比亚和加雷有伤在身,或将缺席本场比赛,穆里略腿筋有些伤势似乎还没痊愈,而孔多比亚在对阵贝蒂斯的比赛中,脚踝就伤复发,而加雷同样因吸伤没有参与训练,蝙蝠军团本赛季西甲开局也并不顺利 前四轮比赛中三平一副还未常胜计,阵容不完整并且状态有些低迷的瓦伦西亚,也急需在欧冠赛场上取得开门红来提升士气 看点4,迪巴拉出战成一次前对阵萨索洛的比赛中,迪巴拉总算重回首发,并且打满了全场,但赛后根据邮文俱乐部官方消息,迪巴拉正在接受左脚挫伤的治疗 因此本场比赛阿根廷人出战成一 本场比赛阿根廷人出战成一位 本场比赛阿根廷人出战成一位